午夜,这极致要立刻就去弄合同,顾飞倒不以为怪,毕竟有夜长梦多这话,他可以理解午夜一单大生意谈下来后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,雷厉风行地立即去做合同,也是体现对这单生意的重视和诚意吗? 顾飞觉得有些不对的地方是之前的谈判双方扯来扯去,各执己见,到最后也是谁都没有让步,但到顾飞提出了分成这种协议方式时,一切却有出奇的顺利,三成两成,随便还了下价就硬了,顾飞可不觉得自己挥剑威胁真能起什么作用。 游戏而已,死就死了,在这帮人眼里,哪里比得上利益重要? 更重要的是,在自己刚刚提出分成协议时,对方三人,尤其是那边的奥黄和杂草,都闪过里斯诧异的神色。 虽然一闪即逝,但哪里逃得过顾飞这双锐眼?这有什么可差异的?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,对方咬着这买卖的风险问题不肯松口,那么分成协议来共同承担风险自然是最好的办法。 对方不提这种方案,顾飞可以理解,毕竟大家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把生意做成,可不是为了去玩风险。 分成还是两千万,都是要付钱,所以对方宁可压着那两百万的恶心开价不松口。 只是,他们不出这主意,自己提出来,这不值得差异吧?难道自己在他们眼中是这么没脑子的人? 顾飞当时心里有点小翻嘀咕,只是午夜话接得很快,也就为及多想。 这会儿一切谈妥,想到午夜之前的忽悠,听到分成时一抹而过的诧异,再到之后,毫不拖泥带水的利落,急着下下去拟合同的迫切,把这一切种种联系到一起,顾飞意识到, 这个分成协计恐怕有什么问题,自己和百事经轮在游戏这趟浑水里实在是涉事未深,别是着了什么道了吧。 而且方案是自己提的,卖身的却是百事经轮,顾飞更不敢大意,看午夜那里已经和百事经轮约定一会儿线下联系的事宜。 合同这玩意儿就是个经常暗藏陷阱的东西,顾飞越想越觉得不对,当即凑上去道。 合同出来,咱再看看,没问题的话,再说。 他们学武之人是几种承诺的,合同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说其实只是对对方的约束,对于他们来说,一句口头的承诺就足以约束自己。 当然,平时一些无关痛痒的玩笑话不能归于此类。 所以此时顾飞挑出来说的这句话,旁人听来觉得再正常不过,但对于百事经轮就太重要了。 不事先把有问题可以不签这话点名,百事经轮很有可能即使发现问题,却也因为游戏中已经和人谈好点头,硬着头皮签下去,任人剥削。 这点午夜这种再商言商的家伙肯定是理解不了的,所以这话,午夜听着不觉得有什么,笑笑道,这个当然。 而百事经轮听这话就大有味道了,会把这话说出来,对他们而言那就是已经有了反悔的意思。 所以百事经轮很有些不解的忘了顾飞一眼。 那就辛苦午夜兄弟你了,我们也再找朋友了解一点这方面合作的细节。 顾飞一边说着这话,一边死死注意着午夜的表情。 午夜皮笑肉不笑了一下后道,好的,再联系。 那我们先告辞了,顾飞一说,我也要下线去你合同了,正好送两位出门。 午夜也起身。 客气客气,两人这么互相说着客气话,一起出了英旗烤肉坊,午夜领着奥黄和杂草两个,顾飞和百事经轮一左一右道别离去。 午夜三人,刚一离开第四街,午夜立刻开口,这个家伙好像有所察觉。 奥黄立刻接口,不会吧,那个主意是他自己出的呀,他怎么又会怀疑起来? 不知道,我就是有这种感觉。 先不下线了,我就在游戏里赶紧你份合同给他们看,看来这事儿可能还有得扯呢。 午夜说着。 杂草,你找人暗中盯一下他们俩,看看他们要搞什么动作。 嗯,杂草点头,在游戏这个环境里,工作室做生意的手段和生活里的正规公司毕竟还是有所不同。 像打劫报装处这种买卖,英旗这样的工作室表面是强力谴责,但背地里却也是暗中染指着这灰色产业。 在游戏这个本就没有健全法治和规则的社会,肮脏灰暗的东西甚至比现实里还要多,尤其是沾染到真实利益的这种群体。 离开了第四街的百事经轮,也正在向顾飞问着。 怎么了?这事儿还有什么不对吗? 不知道,顾飞皱眉,我就是担心,你说这事儿其实咱俩都不懂的,被人骗了怎么办? 会吗?我觉得那个午夜挺不错呀,说话都挺在理的。 幼稚,相当的幼稚。 他要是连这点口头表达能力都没有,哪有资格来谈金额上亿的买卖。 六大主城的总监,看来在工作室里这个职位挺不低了。 顾飞说,那现在我们怎么弄啊,游戏里的事儿也不懂,早知道叫上幼哥一些好了。 百事经轮对幼哥还是十分仰慕的,幼哥也能有个这样的高手粉丝也实在不容易。 现在问,也不迟吗?顾飞说着就发消息出去了。 顾飞和百事经轮当然不是那么不厚道的人,他们要去和工作室谈谈合作的事宜,这事儿一早就和公子精英团和剑南忧他们招呼了一声。 公子精英团他们倒无所谓,现在一人都已进账几十万金币,挺知足,毕竟他们又不是想靠这个吃饭。 而剑南忧他们就有点不开心了,这顾飞把他们找来,这才干两次就没了,这说不过去呀,虽然这两次的收入已经顶他们之前干过多次。 不过后来得知,要去合作的只是百事经轮,而顾飞还是会留下来和他们继续搞千里一醉工作室,顿时皆大欢喜。 更有人在鄙视顾飞的卑鄙,一边帮百事经轮过去在工作室捞大钱,一边又在这儿带领人马和工作室竞争生意。 这是端着碗里的不放,同时也把锅里的拿下呀,实在是太坏了。 剑南忧他们倒真不想跟着工作室去搞什么大钱,因为他们很清楚,他们并不是顾飞和百事经轮这等技术骨干,如果也跟着去了工作室,拿到的报酬绝对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。 所以虽然之后有可能会和强大的工作室成为竞争对手,但小手工作坊自有小手工作坊的活法。 八字还没一撇呢,就开始忧虑的那是幼哥,剑南忧欺人众倒不是这等脾性。 更何况,这都是帮网游老骨灰了,这效率炼击法还能鼓刀多久,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怀疑着。 这时顾飞又联系了这一帮人,给他们讲了一下谈判的事宜。 一听着合作谈到的巨大利益,众人都吓了一大跳。 剑南忧此刻都觉得,人家有这么大一笔可赚的单子在手里,自己还介意人家甩了自己去吃毒食,这实在有点不够意思。 这不是耽误人家的前途吗?更何况,人最后也没甩了他们。 顾飞接下来谈到了自己提出的分成协议,以及自己最后有点疑心的地方,最后问道, 高手们,我这实在是不太懂,给点意见。 一片沉默,怎么搞的,平时一个个不是话都挺多的吗? 顾飞问,老兄,你这几千万的大买卖,我们可都没干过工作室,一直半解的不敢乱说呀。 又哥说,见你们知道的说呗。 顾飞说,我来说。 韩家公子道,众人皆憾,这韩家公子说的话,称赞永远只会留给自己,对于别人只有不说话和美好话两种。 他这要开口,显然这英奇工作室是要废了。 见鬼此时,结果口道,你对工作室了解也不算太多吧,现在是几千万的大买卖,你就别整你那些推断了。 老子推断的就是事实,韩家公子说。 见鬼直接没理,继续对顾飞道,千里啊,这事儿有个人你可以去问,他会比较清楚。 谁?水深。 见鬼说。 哦,又哥这才恍然上了。 这会儿如果不让又哥说几句情报,那又哥的存在感真的没法体现了,所以众人都很识趣地闭了嘴,游得又哥在那里道。 水深现在不太清楚,以前好像是职业玩家,而且是工作室里的那种吧。 见鬼显然是和水深颇熟的,笑着道。 工作室它是常混,而且混得很多,三天两头的换地儿,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。 哦,这是怎么回事儿,又哥的八卦之魂诱然了。 那时候工作室好多人都还是线上的玩家兼职,大家网上联系,现实中互不相识。 水深这家伙就利用这一点,见好多马甲乱入各家工作室,也不知他怎么混的,反正好多工作室都被他混到了很高的地位。 这工作室之间都是互相竞争的关系,这家伙掌握这么多家资源,当多面间谍,自然越混越开呀。 工作室各自当然也有核心QQ群,那家伙也申请多个账号,各自混入,后来事儿就坏在这事儿上了。 有天聊天窗口开太多,喊话喊错窗口了,你们就想象一下,把警察群当作是毒贩群。 在里面吼了一嗓子,明天调子要来扫货了,兄弟们把货都藏严实了,这身份还能不暴露了? 见鬼道。 众人听吧,责责称奇,对于他们这类玩家来说,是十分瞧不起工作室这帮唯利试图。 完全不懂游戏乐趣的家伙,见男优这种直玩介于两者之间,他们会拿游戏作为赚钱的道具。 出发点依然是对游戏的喜爱,所以选择在游戏里体现自己的价值,这一点和工作室完全不同。 工作室那是完全冲着游戏的商业价值来的,所以见男优他们也是很瞧不上工作室的人。 水深这家伙玩多面间谍显然也不是什么厚道的事,但因为耍弄的是大家都瞧不起的工作室,所以谈起来还津津乐道,觉得挺开心。 顾飞今天是出和正规工作室的人打交道,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,也就百事经轮着憨人还会觉得午夜是大好人,这会儿听见鬼说起水深这般过往,也觉得十分可乐,当即应道,那行,我去问他吧。 你叫他好友了吗?我替你指挥一声,见鬼说,好像没有。 顾飞翻了一遍好友篮,和水深说过话,喝过酒,甚至亲手砍过他,好友却一直忘了家。 稍等,见鬼对顾飞道,他们这会儿还在优业谷里忙着呢,全是消息你来我往的。 不大会儿,见鬼对顾飞道,千里,好友开关开一下呀。 哦,忘了,顾飞忙开了好友开关,很快就收到了水深添加为好友的系统消息。 顾飞还没来得及主动招呼呢,消息也到了。 哼,听见鬼说,有问题要咨询我呀。 嗯,关于工作室的事。 顾飞说。 哦,那你算问对人了,那个哥们儿熟,水深豪迈的道。 如此这般,顾飞原原本本的一说,水深听吧,立刻回消息。 骂的,太险了,你差点就上当了。 怎么,顾飞一听,果然是有问题吗? 分成协议?哼,这种东西,具体的收入到底是多少?还不是由他们工作室的说了算?你们作为私人方,无论如何,也不可能掌握到工作室的财务收入状况的。 水深说。 这个,难道他们还会作假? 顾飞疑惑,正规合同啊,既然涉及这方面,当然得有真实的账目名气出事。 哼哼,这个,要是以前的工作室,你直接就栽了。工作室,那又不是什么正规的公司,哪来的合法的账目名气?完全就是他们私下制定,还不是他们说多少,就是多少。 现在是正规了,尤其像英企工作室这样的,他最终会有法律认可的收入明细,作为和你执行分成协议的依据。 但是,这个明细会有很多猫腻的,你知道明细是根据什么为依据的吗? 水深说。 根据什么呀? 税收啊,大哥,他肯定是利用他的缴税单来证明他这个项目的盈利状况,现在你还不明白? 水深说。 你是说投税漏税? 顾飞意识到了。 回答正确,而且我告诉你,工作室这个行业,投税漏税简直太轻松了。 他的大部分交易渠道全部是灰色地带,相关部门不懂,也根本监管不到。 游戏里虚拟物品的流通,他上哪儿监管去啊? 通过游戏公司,游戏公司也分不出哪些交易是玩家部分,哪些交易是工作室的商业行为啊。 你现在如果真和他签这种分成协议,完了,别说什么两千万了。 想整个赔钱的结果,我都可以做到。 你要分成啊? 行啊,给你一副数吧,你倒找我钱吧。 水深口若悬河,虽然说的东西,顾飞一时半会儿也消化不了太多,但至少他清楚地明白了一件事。 和工作室合作,谈分成这种玩意儿,必然会将你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 难怪自己主动提出这方案时,那帮家伙都闪过了一丝诧异。 自己这是自投罗网啊。 骂的,过然是奸商。 顾飞也忍不住骂了句,当然,无伤不肩嘛,对了,你和英旗的谁谈的? 水深这时好奇心也起来了。 呃,叫午夜,说是这边六城的总监,你认识吗? 顾飞说。 午夜? 他现在泡英旗去了? 操,够日的不会也是在吃里扒外吧?这方面,我是祖师爷呀。 水深道。 顾飞抹汗。 吃里扒外这么不光彩的事儿,听着这家伙怎么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呢? 这事儿你还准备做吗? 做的话,我来帮你谈吧。 好久没和工作室打交道了,这心里啊,有点痒痒的。 嘿,水深道。 顾飞再度抹汗。 你不是在林音城还找英旗做过服装吗? 那是买卖,不是交道。 水深说。 一定要吃里扒外才是交道? 顾飞问。 想啊,但没那个机会了,我现在是所有工作室的黑名单,你再约五月,别说我要来啊。 我给他一惊喜。 水深说。 你真要来啊? 顾飞说。 来,马上来,我买个票坐飞机来。 水深说。 飞机? 传送卷轴啊,大哥,这都听不懂。 妥你? 水深说。 问题是,我好像没说,我还继续打算和他们合作吧。 顾飞说。 不合作了? 那也可以耍一把嘛,天天打怪多空虚,有空应该学着打打工作室,不然那么好的身手都浪费了。 水深这家伙,对于折磨工作室,似乎有着空前的热情。 顾飞这虽然是自己主动送上门,让人啃的,但也深深不耻,午夜这种不厚道的家伙。 就算你再伤言伤,以利益为重吧,但这也丝毫不影响顾飞讨厌他的这种习气,能整治一下就整治一下吧。 顾飞正这么想着。 忽然想起,要靠这事儿来赚钱的百事经伦呢? 好像多少也该问问他的意见。 于是,牛头就要和他说话,却见百事经伦一脸谨慎地道。 那边有两个家伙好像在盯着我们。 来两个,顾飞回头。 别回头,就你后面两个,别被发现了。 百事经轮倒,发现怕什么,过去问问,不对就砍死。 顾飞此时倒也猜出几分这两个家伙的来头了,于是非常不友善地走了过去。